朋友们,晚上好啊,故事啊,得从2015年的冬天说,那年冬天呢,小妖和朋友逛商场,一眼相中了一件皮衣,导购说这件皮衣啊,这个外边的毛是狐狸毛,里边呢,是羔羊毛皮做的,而且呢,那两年特别流行这个款式,我当时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真的就动了心了。 结果经过跟导购的一番商讨吧,我把这价格砍下来不少,并且穿在我身上,这衣服就像是给我定做似的,虽然价格很高,可是此时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理由我不买下这件衣服了,所以呢,我就顺理成章的把钱付了,然后把这件皮草大衣就给买回家去了。 这天回到家之后呢,我肯定不用说了,得试了十几遍,把这大衣呢,特别用心的最终叠好了,然后放在了他那原有的塑料袋里边,我就放到我家那最大的衣柜中。 但是有一件事呢,我不得不跟大家说,我老公呢,是特殊职业的工作者,单位呢,必须要求二十四小时职守,经常是常年不回家,所以晚上每天基本上就是我和年幼的孩子在家。 当天买回这大衣来,我挺高兴的,没当着有什么事,然后大概就是十点多钟,我和孩子呢,就上床睡觉了,结果这觉还没睡踏实,也就睡到十一点多,我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我这屋子里边好像进来什么东西了。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从我们家床台上跳进猫来了,因为我们家这小区附近有好多只野猫,我当时就是这感觉的,但是这猫可不只是跳到我家,好像是钻到我们家衣柜去了。 可是接下来我又听了两下,又不对,又不像是一只猫,声音怪怪的,一会发出呲呲呲的叫声,一会又发出呃呲呲,就这样的哼叫声音来。 我一看坏了呀,我可刚买了一件大衣放到那柜子里边了,这耗子要进去给我客了,我这不麻烦大了吗? 立马我根本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得抢救我这件新大衣啊,奔着那衣柜就去了,把衣柜直接就这么一拉开,就看见衣柜里边趴着一只大白猫。 可是这只猫的速度极快,嗖的一下就从我眼前跑出去了,可是虽然它跑得特别的快,但是您别忘了,它就在我眼前过去的。 不是吧,我是能看清楚的,敢等它跑过去这一瞬间,我瞧清楚了我这才发现,这不是个白猫,像是一只白色的小狗。 可是朋友们啊,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您让我细着描述它跑到哪儿去了,或者说是它长什么样,我记不住,只是看见它跑到我们家客厅里边。 而且接下来我到客厅里边,无论怎么寻找,就找不见了。 由于我们家的房子啊,当时不是说窗子都关着的,找了半天没有动静了,我的第一反应,那就是顺窗逃跑了。 而且刚才实打湿的我瞧见一个动物,我就没往任何斜的歪的上面想,我就认为是个小动物钻我们家来了。 所以晚上我就关起了门窗,又收拾了一遍,接下来呢,就没当个太大的事,就又睡觉了。 可是睡着之后,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半梦半醒的,就又听见客厅里边传来声音,这声音还特别的明显,像是有人在客厅里边说话。 我当时迷迷糊糊糊的揉着揉眼睛,我就从床上坐起来,坐起来完之后,客厅里边一片漆黑,什么都瞧不见,我顿时就拿起了手边的手机,我那手机啊,是带有手动控制的,随便拿手晃几下,后边那个灯就开开,我拿着手机灯就奔着客厅照,结果手机这灯照到客厅去。 我的妈呀,只见我家客厅上边飘着一团白雾,这团白雾就飘在我家客厅的当中间,大概在灯的位置来回晃呀,看起来像是一团棉花糖似的,但是比棉花糖要长,比棉花糖要大,但是没有棉花糖这么实,也就是说这团白雾像是一团雾漆,在空中飘着。 但是您说它是雾漆吧,它比雾漆相对又没这么高的透明盾。 一下子我就害怕了,马上抱紧旁边的孩子,挡在孩子旁边,不过还好,孩子没有醒过来。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得关上手机,不能惊着这东西,谁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可是接下来手机关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团白雾就好像是吸收了我手机的光一样,关上手机之后我还是能从客厅上看见它,它还在灯周围飘,而且还发出微微的光来。 我当时紧张得不行了,把被子挡在孩子身上,同时也挡住我自己。 但是接下来,又没过了几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头就开始昏,眼皮就开始打架,没两下的,我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是转过天来白天了,早晨起来醒了之后,我一看天亮了,我这才完全松了一口气,哎哟,这事过去了。 可是这会儿我又马上联想起来我昨天买回来的那件皮草,我当时在想啊,我到底是开不开门看看呢,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些怪事,不会跟我买的那个皮草,有关系吧? 但是您听到这儿,您得明白一件事儿,您别瞧我是个女的,我胆可特别的大,我当时您说害怕嘛,特别害怕,但是好奇心还是大过害怕的,我还是想打开柜子看看。 结果把这柜子打开之后,发现柜中没任何一样,我那衣服完完整整的叠在那儿,就是我昨天放进去那个样子,甚至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一切就像是没发生过。 因为如果要是真的有什么小动物钻到我们家柜子里,那柜子里不得是一团乱麻呀,而且昨天晚上闹的动静挺大的,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拍自己脑袋呀,不对呀,我这是不是做了什么梦了呀,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一切是真的吗? 从这开始啊,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怀疑我自己到底做的什么,还是遇到的是真实的,但是这事儿在心里边装不住我,转过天来,我就跟我姐姐说了,我姐当时听完之后,想法跟我完全不同,直接告诉我说,呀,你就这么着把那狐狸皮草买回来了? 啊,对呀,买回来了,我当时以为我姐得是说花钱大手大脚了,买这么贵的东西,可是没想到,她告诉我说,这东西不能瞎买的? 我当时听人讲过一个故事,说买了一件皮草搁在衣柜里边,结果晚上活了说话了,哎呦,我姐这么一说,我听完有点发毛了,因为必定发生怪事了呀,她这么说,立马我心里开始打颤,我告诉我姐说,姐你别瞎说啊,别别别别,我自己跟孩子在家,而且前两天刚发生怪事,你怎么这样呢? 啊,我姐当时一听,好像的确是说错话了,马上就把嘴收回去了,啊,对对对,那个,那个,你的就是做了个梦吧,应该没事吧? 我当时一听这个,我也不想接话了,因为聊出问题来又能怎么样啊,我们也没折,那皮草好几千呢,接近上万,我不可能给她扔了呀,所以这事也就又只能这样了。 但是打这一天离开我姐姐家,等我再次回到家,当天晚上我就不行了,就跟前一天完全不同了,这一天晚上我开始害怕了。 坐在我这卧室里边啊,啊,尤其是在没睡觉之前,我时不时的控制不住自己,老奔着那个衣柜那边看,我老感觉衣柜会慢慢悠悠的被人打开,然后从里边爬出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是,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逐渐的我也就困了,人一困了之后,什么都不顾,躺在床上,我就准备悠睡觉了。 可等我接下来睡着了之后,然后再发生的事,可就更没法解释了。 这接下来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不知道睡着了多久以后, 反正就是夜里边,应该两三点多钟吧。 我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 在这个梦里边啊,我梦得非常混乱,反正梦到最后的时候,是个吓人的嘛,把我一下子吓醒了。 醒来之后,我惊得一身汗,坐起来,拿在床边上的水喝了好几口,沉了沉气,又看了看衣柜, 发现没什么动静,我就是做了个噩梦,然后我就哄着自己呢,躺在床上就继续睡。 可当我这刚刚躺下,也就躺了还没有一分钟了,我迷迷糊糊的要睡着, 但是就从眼皮底下看见,我们家衣柜里边慢悠悠的,钻出来一只大白狗来。 起初这东西刚探出头来,我以为是只白色的狗,结果全身出来之后,我这才看出来,是只大狐狸。 顿时间我心里就惊了,坏了,我那衣服就只有鞋身,出事了。 可是,马上我准备醒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何,这会儿我身上完全不能动了。 但是身上不能动,我眼睛还能转呢,而且这会儿我特别担心那个东西,我没错眼珠里一直盯着它。 可是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就这么盯着盯着,这只白色的狐狸逐渐的不知怎么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呀,不是说一下子通,变出来的,是慢慢悠悠形成的。 但是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可是到最后真的形成一个老太婆的样子之后,我看着也没这么吓人了。 因为这老太太长得挺富带的,皮肤挺白,白白的头发,而且特别的驼背,弯的特别严重。 看样子怎么着得八十多岁,接近九十岁的样子。 并且这老太太看起来对我是没有任何敌意,站在我边上,对着我这么笑嘻嘻的。 我当时就懵了,我就问她, 那个,那个你,你是,你是谁啊?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呢? 结果您知道这老太婆跟我说什么? 跟叫我胡仙奶奶就行了。 她当时说话很无所谓,好像跟我特熟一样。 我,我,我,我当时懵了,我不会回了,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了。 可接下来,这老太太没等我回话,她自己主动跟我说话。 她说,奶奶这后背弯了,后背疼,我垂垂成。 当时她一说完这个我更害怕了,而且我没法给您吹啊,我也站不起来,我身上不能动啊,我除了嘴能说话,眼睛能眨以外,全身都不受控制。 也当时,我当时,我当时,我当时也是傻,直接就跟这老太太回答。 那个,那个,我动不了。 可是就当我这话说完 我那手喷 抬起来了 哎呦 这手可是真不应该抬呀 因为这会儿你没理由不站起来了 可是就在这一刻呀 这老太太好像知道我心里边想的是什么 立马拿手呢 又把我的手给挡回去 当然她没碰着我 她只是做了个手势 这手势很明显是告诉我 别动了 我当时旧事就躺在原地不动 我看她到底要干什么呀 结果这老太太妈咪悠悠地告诉我说 我呀 打小在长白山长大的 没离开过那个地界 后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给我弄到这儿来了 那不习惯呢 没地儿待 不过刚好你家呀 还挺不错的 我当时一听坏了 这什么意思 您这是要住我们家了吗 合着 等于我买了件皮 把您给请到我们家来了 我家里可有孩子 这我可架不住 顿时间我就开始 那个母性就爆发了 所以马上我就开始激动起来了 我就跟这老太太说 别呀 那个我可以给您送回去 我这儿有孩子 这儿不方便您待着 但是这话说的虽然是假磕头 可是我明白 这是赶人家老太太走了呀 可是我万没想到啊 我只是这么跟您说说 您可以问问我 咱再说呀 可是这老太太一下子就急了 而且您不知道啊 这急起来多凶啊 我给您这么形容一下啊 您养过小狗吧 或者您见过小狗吧 那小狗平时您知道多温柔吗 特别可爱 可是一刺起牙来 您知道顿时间有多吓人吗 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不会再敢上手去摸他的 当时这老太太 咱不说是这个情况的 但是这老太太那个面部表情 改的也有点太快了 一听我说这意思 要让他走 一下子这脸就正宁起来了 他这脸色一变 可把我吓坏了 吓得我立马就往孩子旁边挫 可是就当我挫到孩子旁边的这一刻 刚挡在孩子身边上 这老太太对着我就过来了 我顿时间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得先转身抱孩子 我哪知道他要过来干什么 可是我这一转过身来 刚去要抱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脑袋像是磕在了一个什么重重的东西上 我自己都能听见脑袋撞在那东西上的响声 冻了一下 然后我的头就开始热 额头上就特别特别的疼 我拿手这么一捂 天整个就变黑了 这天这一黑 我更慌了 您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我是不是把我自己眼睛撞坏了呀 刚才那一下谁知道撞在哪儿了呀 可是这会儿我还是来顾孩子 我就拼命地抱自己这孩子 结果一看 我瞧不见孩子 特别的黑 我马上就懵了 开始坐起来四处看 可是结果我朝着客厅那边望去 发现客厅那边有灯亮 而且很明显这就是我家客厅 因为我们家客厅外面能照进来霓虹灯 虽然客厅灯关着 还是有点亮的 我这一下就才喘了一口气 我眼睛没事 可是 我精神一阵恍惚 恍惚完了 我慢慢地这才反应过来 不对啊 刚才发生的那一切 哦 是个梦啊 然后接下来 我确定了刚才那个是个梦了 我自然就起了身 起身之后就把旁边的台灯开开 但是开开之后啊 我逐渐地开始回忆 刚才的那些事情越琢磨越不对 不像是个梦啊 可是就在这会儿啊 我想着想着就又想起来一件事 我头刚才撞上什么东西了 然后拿手往头上一摸 哎呦 特别的疼 马上我从旁边的小抽屉里拿出镜子 结果一招啊 额头正中间红了一大块 明显是撞在什么地上了 我当时就开始看 我仔细一瞧啊 我感觉八成像是撞在床帮上了 我接下来就继续回忆了 回忆起刚才发生的种种种种的事 可是就在这姑娘 我正坐在这儿发呆琢磨着了 忽然 我那个衣柜里边 又传来自自叫的动静了 我必定是个女人啊 这下我可绷不住了 一下子吓坏了 叫了一声之后 直接躺在床上了 这一躺 可不是睡着了 我感觉八成是把我吓晕过去了 等到早晨起来 醒来的时候 是还在把我弄醒的 都已经早晨起来呀 七点多钟了 结果这一天醒来之后 我连琢磨都不再琢磨了 拿着这件衣服 带着小票 跑到庄柜就把衣服退了 亏了我是在正规庄柜买的 再加上我一穿都没穿呢 人家包腿包换 老板呢 对我还挺好 当时人家也问我 哎 你怎么把衣服退了呀 不是特别喜欢吗 您知道我怎么跟他说的吗 我说 我这衣服是真喜欢 而且 我也不是因为钱 把这衣服退掉的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您这衣服呀 我扛不住 老板当时听完了 我说这个之后 他第一也没反应过来 让我给说懵了 对着我打了个愣神 可是 愣了也就一两秒钟 老板马上在我面前 打了个机灵 意思就是 他恍然大悟了 或者说是 一下子明白了 然后立马特别痛快地 招呼旁边的店员 小张 来来来来 过来 你带着这个小姐 到前台 把货退了吗 朋友们 晚上好啊 今天晚上 咱要给大家说的这故事 咱从来没讲过 不是说故事没讲过 这主题咱没说过 你看 之前的节目里 讲过医院的 高速的 反正什么都有 但是这护士学校的故事 咱就没跟大家说过 实际上 这护校 要是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们 都知道 护士学校里 全是小姐姐 几乎没有男同学 甚至护校里的男老师 可能都见不着 所以这护士学校里 指定是阴盛阳衰 那么这样的 这么一个学校里 哎呀 那这怪事 就要多见了 当然了 我这说的都不是一定的 这也是为了 营造咱节目的气氛 让大家 跟着幻想进去 今天这期故事 发生在哈尔滨 讲的是一个小姐姐 在哈尔滨的一所呼校上学 哎呀 结果是千挑万选 想了半天 最终 选了这么一家 缺德的学校 他说 本来我们开学的时候 好好的 可是上了还不到一年 学校就要换地界 你换地界就换呗 我们也都遵从 但是帮我们选的 这新校旨 哎哟我的妈呀 竟然买下了一个郊区的医院 让我们到那里边上学去 所以说 这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您听到这儿就明白了 合着这户校的一帮女学生 跑医院的就职里边 读书上课去了 而且这家医院 有几十年的历史 那么医院里边死过的人 去世过的病人 那可就海了去了 所以说咱这故事 就是这么招来的 接下来咱不耽误时间 我们归为正题 说我们今天这期 可怕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故事 咱们得从六七年前说起 六七年前 我的这朋友西会 刚好在哈尔滨的一家户校上学 当时西会考上这家户校 可是费了老大劲的 并且户校的收费是很高的 西会啊 拿自己的这个学业 当成一件大事去做了 可是西会说呀 说我可能被骗了 可能我们全校同学都被忽悠了 因为刚刚上了学 还没几个月 学校就要动签 动签就动签呗 选择了一个我们哈尔滨呢 特别靠边上的这么一座 医院当校舍 哎呀 我们这东北人呢 咱们不说封建迷信 但是对于这些民俗的事啊 都非常的相信 你说谁乐意到一家医院上课呀 但没办法 学校已经做了决定 没出两个多月 那边学校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全校同学 就搬到医院里边去了 等我们进到这医院 刚上课的第一天 走进这校园这才看明白 学校这创修根本没有完成 甚至把一些病房打通了 让我们直接在里边上课 哎呦 你知道多少同学有意见吗 就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天进去上课的时候 这学校的屋顶上 还挂着好多之前医院 留下来的病号符 您想想那阵势 并且哈尔滨的这间医院呢 有个特别大的停尸房 据说附近郊区的这些去世的人呢 可能都会存放到这家医院来 我们总是怀疑 哎呀 我们别上课的这间教室 之前就是停尸房的前身吧 不过学校把这停尸房 隐藏得很好 我们具体在哪儿也都不知道 反正总之自打进了这学校 全校同学都神神秘秘的 每天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自怕遇上 在医院去世的人了 到了后边 我在学校上了有三个月左右吧 反正在之前陆续的 也不是没出过事 有好多同学说瞧见过鬼 但不是我们班的 虽然传的风言风语 可是并没发生在我身边上 直到三个来月的时候 这终于啊 我身边的朋友出事了 而且出事这天 我还就在场 这出完事之后 不但把他给吓着了 弄得我呀 都回家找我爸妈 我想转学 但我爸告诉我说呀 转啥学呀 咋了 啊 这小姑娘怎么这么迷信呢 医院里怕啥了 医院怎么会有鬼呢 以后你就是学这专业的 嘿 把我一顿臭鼠了 我也没招没招了 但是出的这件事 实在是太吓人了 那这件事 咱得从三个多月前的 一天下午开始说起 这天下午呀 没什么课 我们几个人躲在教室里边 玩游戏 平时跟我玩的 特别来的一个闺蜜 忽然间拉着我去洗手间 但是当时我游戏打得入迷 我根本去不了洗手间 我说你呀 自己去吧 他呢也没当回事 站起来自己挺不高兴的 奔着洗手间就去了 结果他去了洗手间 还没一会儿了 我们就听到这楼道里边 尖叫的声音 而且这声音一翻遍 明显就是他的声音 这个我们才放下手里的游戏 冲到楼道里边去 甘等我们这些同学到了楼道里 只见我这去洗手间的闺蜜啊 连滚在爬的 从楼道远端朝着我们跑过来 哎呦 我们马上就迎上去 可是迎上去之后 发现这时候 他好像已经吓坏了 嘴里边说话语无伦次 讲出来的东西啊 正常人根本就听不懂 那您知道 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有多吓人吗 他说呀 我刚才正在洗手间里边方便的时候 我 我忽然间听见 洗手间有人喊我的名字 然后我仔细地找 哎呦 我说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啊 找了半天 我才发现 这声音好像是从暖气管的位置传来的 我就偷着跑到暖气管的位置去听 结果我靠近暖气管的时候 我就清晰地听到 一个男的声音很粗 在暖气管子里边 喊着我的名字 这因为当时在场的呀 全是女生 没有男孩子 也就是说 我们根本没有精神支柱 顿时日这在场的四五个女孩 全被他给吓坏了 我们扶着他回到班里边 他一直在重复刚刚厕所 遇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干脆就把他扶回了宿舍 到了宿舍里呀 可能也就过了一个来小时吧 他就躺在床上 开始抽搐下来 抽得特别严重 我长这么大 是第一次见着人家抽风 这羊脚帆抽起来之后啊 哎呀 我就感觉他马上要死了一样 这件事啊 那会儿吓得我是真把我给吓坏了 就在这件事出完之后 晚上七点不到的时候 他父母就来了 把他接回了家里 之后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等我再次见到我这闺蜜的时候 已经是要过了一个多月以后了 一个多月之后 闺蜜又上学了 在这之间 我们俩通过几次电话 在电话中感觉他没什么事情 我问他好些了吗 他说好些了 还怕吗 不怕了 所以我也没当什么回事 但是等他再次从家里 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 坏了 这女孩的性情全都变了 变得神经兮兮的 原来是个外向的姑娘 可是这次回到学校中 从来不讲话 跟我好像变得很陌生 但是 我这人也是有性格的 你不理我 我也就这样了 等于我们俩就从这件事开始 变得异常的疏远起来了 我们从一个好闺蜜 一下变成了普通的同学 甚至开始不怎么讲话 可是又过了这么二十多天吧 他从回学校之后 几乎没理过我 但是一天下午啊 他又跟我讲话了 可是这次跟我讲话 那不是跟我示好 明显这是要我命来的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那天呢 他把我吓得 那才真的是差点把学给退了 我那天下午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上 手里边拿着一本小说 我正在那看小说 看得入神 忽然间 我感觉有人敲我后背 回个头一看 啊 就是啊 我之前要好的那个闺蜜 她敲完我之后 人站在我背后 两个眼睛凝视着我 那种眼神 语言没法形容 总之让人看完之后 浑身起鸡皮嘎的 正当我要问他 你干嘛呀 我这话还没说出一半来了 这女孩就拿手指着操场 另外一个边上说 你看 就是他 就是他那天在暖气馆 喊的我名字 他一直跟着我 不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 他说呀 他也是这间医院里边的 而且他哪都去不了 他只能在这间医院待着 那我说 你为什么能跟到我家里来啊 他说 他只能跟着我 我当时 吓坏了 朝着他指的方向瞧过去 但是 那什么都没有 他指的方向 是一片绿草地 这草地上完全是空的 连个设备都没有摆放过 我再次转过头问他 姐 姐 你 你 你别吓我呀 哪 哪有人呢 他面无表情 手再次朝着那方向指去 他说 你瞧不到吗 他就在草坪边上 蹲在那儿 抽烟了 就他再次给我指过去 我朝着那地儿 还是天真的傻傻的 又看了好半天 我还刻意地揉了揉眼 真的没有人呢 这回我可坏了 本来他最近就不对劲 再加上他说的这事太恐怖了 当时吓得我 站起来我什么都顾不了了 朝着人最多的地儿就跑过去 多亏那边有一堆我的同学 马上我就拉住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的手 我就告诉他说 你看 你看那那那谁怎么了 他说操场上那边有个男的蹲在抽烟 哪有男人呢 你们看得见吗 同学随着我指的方向 全说看不到 没有一个人说能瞧见的 这回我已经确定了 那不是他遇上鬼了 就是啊 他疯了 这一天下午的事情 可把我给惊着了 那就不再像之前 他把他父母叫来接走了 我当时就恨不得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赶快把我接走 这一学校我是上不了了 你说要学习不好 有点别的什么事 我都能忍耐 这学校闹鬼 这怎么活呀 可是就像之前跟大家说的 电话我是打了 不但我爸没接我来 给我臭鼠了一顿 我只能在学校里边忍着 这忍耐可不是好玩的 因为您可能忘了一件事了 我们是住宿学校 我这个奇奇怪怪的闺蜜 跟我住在一间宿舍里边 晚上 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回屋都不敢回去 因为我们怕回到宿舍里边 鬼可能见不着 让他把我们给吓死 这件事到最后闹得越来越大 被校方知道了 校方把我们也是大批了一顿 告诉我们说不许在学校里边造谣 谁要是造谣啊 就给谁开除了 从此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他睡在一个房间里 慢慢的 这个姑娘就被孤立了 同学也就没人敢跟他玩了 咱也不知道 是大家不跟他玩了还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 严重到人说话几乎半疯癫状态 虽然还能学习 但是讲出话来呀 没有一句是正经的 经常说他瞧见什么男的 有个什么男的跟着的 我跟您说吧 我们整间学校里超不过三名男的 而且这三个男的呀 全都是老师 这学校怎么还有别的男生啊 哎呀 这一件事 那当时真的就按照东北话来说呀 那真的是闹死心了 可是 没办法 这学还得上 天天就这么忍着 可是这忍着 它不是办法 因为这件事 如果就到此为止 还可以 可是 您呢 想都想不到 这前边经历的 已经够吓人了 到后边这事还没完 又来吓人的大事了 那么后来再出的这件事啊 这女同学就退了学了 从此我们也没见过她 因为 再后边发生的事情 那更没法解释了 一天晚上 大概是八点多钟吧 我们这天白天的体育课上得特别的累 晚上回到宿舍之后 七点半到八点就熄了灯了 宿舍的同学们全都闹困 大家集体就睡起觉来了 刚刚躺在床上 睡了还没有两分钟 这会儿大家都迷迷噔噔的 但是就感觉 那个 就 就那个奇怪的女孩 自己躺在床上 嘴里边在窃窃思语 说的内容听不太清楚 但明显 她在跟一个人讲话 哎呦 我们当时屋里灯是黑的 谁敢起身开灯啊 这吓人的动静 弄得我们这四五个女生吓得浑身哆嗦 又过了一会儿啊 我们就听见 她的手里边 好像在翻阅着什么文件一样的东西 哗啦哗啦的 明显是纸张的声音 一边翻动着这纸张 一边自言自语 就这样的事情持续了 起码只有十几分钟 隔了好半天 反正 她呀 这才停了下来 停下来之后 谁敢睡觉呀 我其实此时知道 就我对面床的 旁边床的 我下铺的 没有一个睡着了的 我们几个人 全都躲在被子里不敢动 因为不知道 这姑娘又能做出什么腰来 就这样 时间滴答滴答的 一秒一秒的过着 到了最后 实在坚持不住了 宿舍里边最破辣的一个女孩 主动小声的说了一句话 啊 你们睡着了吗 要是没睡 咱起床吧 我有点饿了 当时这话说的呀 那说的真的就叫一个尬聊 无厘头 无缘无故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但正因为他说的这句话 让全宿舍也就放松起来了 大家马上就跟着他接话 啊 对 我们也饿了 我们也饿了 然后 姐几个一块起的身 我们呀 就好像自然的就团成了一团 几个人相拥着 就朝着电灯的开关去了 咔吊一下 这开关呢 点亮了 屋里的管灯亮了 这屋里亮了之后 那我们自然的第一件事 所有人的目光就朝着那怪女孩头去 当我们看他的时候 发现啊 他背着身 人已经睡着了 可是此时的目光 根本没集中在他身上 因为 在他枕头边上 放着一个档案袋 这个档案袋 特别的老旧 上面写着某某某医院 哎呦 顿时一下 就把我们的眼球给吸过去了 这医院的名字我们认识啊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 再加上那档案袋的破旧程度 这会儿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档案袋啊 好像有问题 此时 我们几儿几个 僵在那僵着 谁也不敢过去 动他那档案袋去 但是明显的又知道 他睡得很熟 因为背着身 打着小小的憨声 人啊 已经睡过去了 静了可能又有半天吧 我们不知所措 当时不知道该干什么 最终还是那个泼辣一点的女同学 她走在前边 我们跟在后边 这才敢伸过手去 拿起来那个档案袋看看 不过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们几个干了一件错事 因为这档案袋要是不看的话 也就没这么害怕了 这个档案袋打开之后啊 里边有一张纸 这张纸很陈旧了 但是一瞧 就是一个人的资料 我们把这资料抽出来一看呢 这资料上边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 应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看样子 就是好多年前的人了 因为穿衣打扮 还有当时的摄影技术 能瞧得出来 当我们 把这张纸再往外抽 往这张纸的下边 瞧去的时候 这纸下边 记录着好多凌乱的字 这个字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明显就都是医院护士写的 这些字啊 认得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们能瞧得出来 大致它的病因 当我们再往这张纸下边看的时候 上面盖着一张红戳 红戳边上写着 2009年8月13号 停止呼吸 好了 朋友们 故事给大家讲完了 哎呀 这又是无厘头的这么一件事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但是这学校拿医院改建 这可是不明智的一件事啊 行了 朋友们 这些故事听完了 您不能当真 当真的话 我可就不好讲了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是吧 谢谢观看